喜歡玩諾可西的玩家有福了 在體驗伺服器有個超瘋狂的打法 在前期中期後期都能秒殺對手 秒殺到對手呢罵髒話著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看一下這個葉娜被打掉的死神 再被他直接秒殺掉 是不是覺得非常有趣啊 這種打法呢是要搭配呢 即將上市的新英雄柔依 雖然不知道他多久會上市 不過我知道他上市之後 諾可西就要大賣了 有沒有喜歡玩諾可西的朋友呢 歡迎把影片分享給他喔 你覺得這個算Bug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柔依呢他是一隻全新的英雄 他的二技能就是召喚一個傳送門 把隊友直接傳送回家 但是諾可西的大絕招又能拉人 所以呢傳送門配拉人 簡直是一個無敵的存在 但是各位 這是要有一個TEMPO的 也就是說等到他圈圈獨彎條的時候 再配合你拉人的秒數 因為諾可西的拉人呢 你越近拉到他呢 你持續的時間就會越久 好了那你看這時候 我直接觸發了葉娜的死神之後 他直接被塔打掉 天啊要是你是那個葉娜 你會想說什麼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喔 我只知道這個玩法真的是太神了各位 你知道嗎今天呢我在抖音看到有人分享這個打法之後 我就立刻召集了我的好朋友小丑 我們在體驗服進行了一個大冒險 但是由於體驗伺服器 真的真的真的是非常Lag 大概你移動英雄之後 他要0.5秒才會做出反應 好了那這個時候呢 對面的葉娜一定非常恐懼喔 我們完全不需要出什麼裝 你只要出全坦裝 然後呢帶著全新的英雄 若伊然後就開啟傳送門 再配合你的大絕招 大絕招冷卻時間撐越短 你拉人的機率就越高 是不是非常好玩啊各位 好了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繼續進行我們傳送門的大冒險 其實 就我所知好像非常多英雄 像是馬洛斯啊 夸克我不知道行不行 像贊尼爾莫拉 都能因為這隻新英雄 若伊的搭配變得超級強 不目前啊在之前介紹這隻全新的英雄 我們就已經說過這隻英雄 真的是以後非BAN極權的輔助 因為他的能力真的是太強了 連我不會玩弱可惜 我都只要配合他 直接一個大絕招 把對手給秒殺 就算我們現在打了一個小逆風 沒有關係 他放給你在三秒鐘 你們就有一個人要完蛋了各位 欸 他們都直接逃跑 沒有關係喔 那我們就直接把大絕招的冷卻時間 持續的縮短吧 那我們就跟著我們的跟屁蟲 柔依 其實我覺得如果真的未來這個打法 被官方認定是正式可以用的打法 那說不定各位 諾可惜在未來打野 真的會變成一個強勢角 帶著柔依 可是這也算是一個戰術英雄齁 所以 你想要打這個戰術 等於說你一定要搶到諾可惜 然後一定要搶到柔依 感覺好像 也是非常困難 不過各位真的不用擔心 我跟各位保證 以柔依現在這種能力 在體驗伺服器上市之後 不管官方有沒有小弱 因為他能力太強了 所以呢在排位賽 你是絕對玩不到的 好了那這個金色的圈圈 就是柔依的大絕招喔 隊友是可以直接飛過來支援的喔 好那對面的潘因呢 直接在這邊輕輕鬆鬆的被我們秒殺 我非常期待我們的大絕招 現在先跟我們的輔助 先暫時回補 那你會問說 布布恰恰 難道 那就是你傳說中的女朋友 為什麼你跟柔依 中間會有一條月老線 布布布 各位 這個是柔依的被動技能喔 他可以增加附近隊友的移動速度 耶娜是不是很欠啦 增加移動速度 目前是應該是增加一隻英雄 因為別的英雄靠近 都沒有這一條線 所以你的移動速度 真的會變得非常快 這個時候我們直接走到凱撒路去奔推 對面的耶娜真的是傻眼喔 哇 直接打掉一個死神 這個代價有多高 哇好可惜我差一秒 我這樣拉得到嗎 差點又給那個耶娜 一個生日快樂 恭喜發財了各位 欸各位我今天看新聞的時候 我才發現 原來現在病毒已經發展到 一百三十幾例 那我在想說好奇怪 為什麼學校都不讓學生直接放假 雖然是以後要補價 可是現在感覺在外面好危險 BBCC今天去愛買買東西 全部人都在掃貨 每個人都在搶一些泡麵衛生紙什麼的 然後呢我朋友他們在好市多 好像說衛生紙也是不能買太多 也是限購的 再見了莫拉 哇可惡 你這個閃現過去 直接讓我沒有拉到你 哇真的超難拉的 絕對不是我沒有拉好 是因為真的太Lag了各位 如果你玩體驗伺服器 你一定會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之前體驗伺服器 設在台服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超棒的 現在在樂服 每次光連線上去 等那個登入畫面 就真的是等到不要不要的 好了那這個戰術呢 需要跟你的輔助有個良好的溝通 向下莫拉直接過來 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跟著我們容易 放了一個傳送門 之後我們一起回家囉 哎呀 哈哈哈哈 有沒有覺得真的超級好玩的各位 我已經殺人如麻了 其實呢下一隻英雄呢 維 應該是維達爾吧 他現在翻譯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隻金槍射手 就一次可以攻擊三個的那隻 就是傳說對決的後遺 那隻其實我也蠻期待 其實傳說對決的新英雄 感覺創意越來越多 但是玩法也就越來越複雜 會不會以後排位賽 應該就可以BAN越BAN越多隻了 現在BAN這些OP英雄 已經真的是不夠用了各位 你再想想 若依上市之後 這隻英雄會搶到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隻英雄 非常非常有可能 以目前的進度 應該會在暑假直接上市 然後直接暑假 剩點薛玉破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 因為這隻英雄 長得非常可愛 非常正 玩起來感覺是非常有趣 好了這個時候 完蛋了 和平啦 各位 不要不要不要 哥哥不要 各位不要 玩啦 直接輕輕鬆鬆的逃跑了各位 好了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 我還追著我 打 真的 對我這麼生氣嗎 連輸都要 居我的屁股 好吧那這個時候 我們召喚了一個 多拉A夢的傳送門 直接咻 直接回家 大絕招 小絕招二技能 超級好用 他的小絕招二技能 剛剛那個就是 他的那個傳送門 只要讀取一圈之後呢 就會瞬間回家 回滿血 只限有方英雄 當然如果你像我一樣 使用那麼可惜的大絕招 讓對方送一張免費的機票 也是可以對面的輸 當然我們是塑膠的 直接從我旁邊走過去 還不打招呼 我還敢這樣直接狙擊喔 那你真的要完蛋了 兄弟 有沒有看到我屁股 整個招呼眼冒金星 直接燒的你要要要的 不用不用不用對付他 他都已經被我們包圍了 這招是單殺的無敵技啊 各位 諾可希的無敵殺人技 直接把你拉回家打 應該是一個未來最可怕的存在 拉到默契夠 我們都不是職業選手 都能拉成功 我在想那種職業選手 玩這種打法 絕對是能把對手 殺到把遊戲刪掉的各位 最近傳說對決的開圖 好像真的非常猖獗 各位 因為BBCC最近開始在玩抖音 就拍一些傳說對決影片 然後他的推薦影片 也是傳說對決 上面有一堆莫名其妙的人 一直在就是有點炫耀他開圖 真的玩傳說對決不要開圖啊 你花那些錢去買外掛 那些時間那些金錢 你真的都可以拿去把自己 裝扮的帥帥美美的各位 千萬不要做壞壞的事情喔 不然有一天你的帳號出現在審判上面 你就完蛋了 哇 有沒有抓到我的抓哪一手 沒有抓到輸我 沒有抓到他那一大根的槍管 好可惜剛剛槍管就在我面前 擦肩而過 隊友直接一個點點點 好吧 那我們繼續去幫助隊友囉 應該再推個幾波 對面就會直接被我們拉到崩潰 可以看到對面的攀音 哇 對面一個爆發 爆發型法師 過來過來過來我這邊 這個葉娜真的是好慘 真的本日最慘 就是這個越南體驗伺服器的葉娜 好了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直接 我似乎直接往 似乎直接往前一個居欸 這 這個打法是 這麼勇敢喔 直到自己要死 直接奮力一搏 直接往前自殺喔 好了那這個時候 對面的攀音 有一個往前 蚊子墊 蚊牌還樂送欸 那我直接把你拉回來 欸沒有拉回來沒關係喔 你可以看到喔 洛伊在搭配很多英雄的技能 都能造成前期超完美的塔殺 而且他的二技能呢 適當位置放的好呢 就是帶隊友上天堂 放不好就是阻止隊友塔殺 而且回家呢 是立刻把血量回滿 並且增加移動速度 是不是非常強呢 你會想買洛伊嗎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好了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把兵線推進去 輕輕鬆鬆的 哎呀怎麼沒有人過來 給我們繼續來一個娃娃機保夾 把對面直接來個 無敵溫泉塔殺技 超級強 好那再見囉 蘇這一次總該拉到你 快被塔擊殺 沒有關係喔 回家直接瞬間回滿血 已經利用溫泉塔 把對面殺到無法可擋 太可怕了各位 今天是星期五喔 你們最近在做什麼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好了那這個時候對面直接被我們殺爆 不用再回家 真的他的那個傳送門特效 我覺得要再做顯眼一點 因為假如對面也有 柔衣的話 有時候其實你是看不見 到底哪邊是你的圈圈 看起來真的非常混亂 感覺傳說對決最後會玩到 大家都得 應該說得閃光 因為真的整張地圖已經超亮 然後呢 再加上諾可西 地上的火焰又更亮了 這應該是直接推進去 對面應該是沒有人敢撤 哇這個陷阱感覺是想讓我踩過去 好吧這個沒有默契的搭配呢 完全沒有配到無敵技 失敗 那我們再等人過來直接拉吧 過來喔 輕輕鬆鬆 回家 只有我回家 如果他剛剛沒有被擊殺的話 應該 是會直接跟我一起回家泡溫泉 哇這個太害羞 被我女朋友聽到 他絕對會生氣氣的 因為一個女角色 回自己溫泉塔去泡溫泉 那我們就直接 喔我們的下一次改版 最強的蘭鐸 蘭鐸在下一次改版 他的傷害又要提高 我覺得他應該是 下一個改版最強的射手 傳說對決 在最近也要進行一波改版 也微調非常多英雄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讓我知道歡迎在下方留言 看完這部影片的心得喔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